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那麼因為昨天川席會彈出了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所以雅谷呢,有點嗨過頭 那只會漲太多,今天呢,這個獲利回土賣牙就出現 所以台股今天中漲下跌54點,收到1083點 但成交量還不錯,1437億 這個成交量也已經是連續四天維持在1400億的水準 代表就是說這個市場的人氣,雖然說因為今天拉回 但人氣還是維持在一定的熱度 當然我還是要把前期說在前面 因為12月份陸陸續續,外資就準備要放假 所以你看到就是說當川席會的事情過了之後 昨天台股大漲200多點,其實外資的買超其實是有限 那是因為 那是一個季節性的因素 所以這個時間點是他們準備要放聖誕節跟新一年的這個假期 所以照慣性來說,這段時間外資的動作只會越來越少 所以成交量除非你內資真的非常非常的熱 不然的話不可能一直維持在1400、1500、1600 那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再來我認為量的部分 在川席會的事情過了之後 這個熱度一定會開始下降 那如果說可以維持在大概1200以上下的話 我認為就是一個不錯的水準 就行情來說 已經具備 已經具備 挑戰季限 大概也沒有多少 10171點 那如果說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用66天的參數 當季限的一個參數 那大概在10230點左右 但整個來說就是說其實這個指揮空間它真的不會太大 所以12月份 我大概預估就是說跟去年的12月份的走勢應該雷同 應該是比較偏向一個橫盤的走勢 但它不是橫盤的盤跌 它是橫盤的盤間 所以行情不會太差 那真的強的還是在於就是說中小型的股票ODC 今天 漲了123456 第七天 手渡手黑 那成交量 今天是300 386億差一點點來到400億 但是最近量的一個部分 很明顯的 都會實在一個相當熱絡的狀態 所以結論其實很簡單 我也講了很多次 年底從 張老師的長期的經驗 它就是本土資金趁著外資在放假的時候 稱王的時候 包含你是要作賬的 尤其是今年的那個投信 很高情差 在6月份以前 你放眼望去 一堆投信的基金 光短短半年那個基金的績效可能就 2 30% 正報酬 就進入6月份之後 7月份 8月份 8月份 9月份 一路殺到10月份 錫金源也暴跌 被動影機也暴跌 IC設計也暴跌 經過了大概4 5個月過去之後 變得負2 30% 來回差了大概50% 所以真的非常慘 那也因為太慘 所以年底這段時間投信 現在矛起來做多矛起來做賬 就是要在11月份到12月份 月底之前一路把績效做上去 至少績效做得好 年底可能還有一些獎金可以領 在績效上的評比也不會太差 那要保住自己的範圍 所以最近包含這個投信部分 非常的積極 業內實戶整個都活起來 所以你就會發現很多 非常強勢的股票 一檔接一檔 一檔接一檔 所以比如說這一波漲最早的 6488的環球金源 它從200漲到398 差兩塊錢400塊 也就是說差兩塊錢就漲一倍 所以我說過去這一段時間 一來年底做賬 二來是做夢行情 然後呢 又有一段財報真空期 所以最標的時間點都在這個時間 講這一次是跌得非常的深 反彈起來的力道非常的強勢 所以我常常在說 就是說很多國家跌到剩三分之一 是從三跌到一嘛 反彈到二就是一倍 所以這個環球金源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西金源找到這邊 讓他整理一下 合金 中美金 台勝科 那基本上環球金源 我們有的持股 大概都在這兩天陸續都出清 就讓他整理一下 因為資金是輪動的 他不會永遠只漲同一組 落後的他會跟上來 比如說上禮拜三 我們就說被動元件 被動元件 被動元件 在九月初的時候 請大家初心 我告訴你能閃則閃 能避則避 結果呢 國際從九月初的時候 還有大概六七百塊 一路的跌跌跌 跌到十一月上旬 最低跌到292塊 整整從九月十月 十一月三個月不到的時間 股價在路腰斬 所以那時候有避開的 至少你後面少賠那個 一大段 那經過了這三個月的時間 我總算認為機會來了 所以在上禮拜三 華信科 我告訴你 可以再買 當天漲7.2%最高 185 尾盤掉下來 因為都有當沖 隔天 墊高到186.5 我跟你講說 補漲空間非常大 而且是三個月以來 首度的 我告訴大家說 貝隆劍在這邊 可以開始打 到 禮拜五 尾盤收最高187.5元 這個漲勢 開始增溫 到禮拜一 跳空大漲 漲停板鎖住之後 就再也沒有打開 創206元的新稿 也重點是 我在前一個禮拜三 就事先做預告 並不是說 今天看到他漲停板 跑去追 而是在禮拜三就在 股價還在相對低檔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先預告 一些帶會員 用力買進 就到 昨天禮拜一 噴出大漲 今天早盤 再創215的新稿 短短 4天的時間 從180到215塊 大賺了35塊 總共也就 19.4個百分點 所以操作這種高價股 就是很過癮 就是說那個價差很大 一下子就賺了35塊 那 因為是人氣指標股 那漲得也快 一下子就賺了接近兩成 所以你說 兩成意思就是說 你買個500萬 就賺了100萬起來 你買個1000萬 就賺了200萬起來 而且時間沒有多久 就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禮拜一 到今天禮拜二 給你算五天的時間 五天的時間 一千萬兩百萬就可以賺起來 這個速度相當相當快 那 當你看到環球晶圓 都可以漲一倍 當然我認為貝隆文件 它也有機會從最低點 翻個一倍上去 我認為這個時期會相當大 為什麼 因為毛利率 連三季走陽 28 43 48 引力率 連三季走陽 20 35 40 半年之內也是一樣 倍數翻 倍數翻 EPS更誇張 第一季賺0.87 第二季賺2.66 第三季賺3.04 這個應該是貼錯 貼錯 這個貼錯 EPS是錯的 它第三季賺了十幾塊錢 所以那個 往上翻的速度非常快 它這個是貼到了 信商店的 信商店的 所以 所以 股市達人超完新法 裡面就有提到說 貿易率 走升的股票是最強的 所以當 股市達人超完新法 所以當初 毛利率是一路往上漲 所以股價因此 一路飆升 一路飆升 飆到498塊 491塊 結果 因為貿易戰的問題 從491跌到119 跌到剩下 3分之1 4分之1 快要幾乎跌到剩下4分 那這個就像我說的 當一個股票 股價被極度的壓縮 極度的超跌 從3跌到1 叫跌到剩3分之1 如果說未來 再一段反彈的過程 它從1反彈到2 就是1倍 所以我預期就說 從10月份 11月份 一直到 明年的1月份 2月份这段时间 会有很多股票 会出现倍数的一个摆盘 但是我们没有说 每一档股票都赚它一倍 我只说要赚一倍要用方法 如果你懂得用方法 你的钱倍数翻个一倍 它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 如果说那个行情是对的话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 股市场人正论中的超盘心法第一条 三次的三成获利 比一次赚一倍要容易得多 你再一次赚三成 两次就超过六成 三次就超过一倍 100万可以变200万 那如果说200万之后 那后面行情继续延续下去 再赚三个三成获利 200万不是变300万 200万是变400万 所以理论上来说 只要有六档赚三成的股票 你就可以把100万变400万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过去多的是这种经验 那现在就是这个行情的一个最佳的时间点 所以华金克的部分 短短四五天 35块赚起来 几乎快要两成的获利已经赚到口袋 如果明后天继续涨 三成赚起来 那1000万可以赚300万 那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准备再做下一档股票 所以这种就是这样 就是说 你要翻倍 你就是要做最强势的股票 强势股一档接着一档 一档接着一档 那个获利再翻的那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 快的 可能会超乎你的想象 再来新仓店 在礼拜四买 当天最高70人亿元大涨7.3% 强势补涨 礼拜五稍微整理一下 昨天跟华新客一样 是两家最早 所涨停 而且再来没有打开的最强势的股票 而且都是事先预告 果然喷出 今天早上再创7.9块的新高 尾盘虽然压下来 但居住陷阱非常强势 我认为今天这个高点尾盘虽然掉下来 大概明后天应该轻轻松松可以再越过一次 那一直从67块买 从礼拜四买到今天 四五一二四天的时间 到今天早盘最高79块 也是一样大赚13元幅度 跟华新客一模一样 也是19.4% 到今天早盘最高的时候 所以当你买到最强势的标定 你会发现其实一个礼拜的时间 可能就赚的快要接近三成 那这个波段像 环球晶圆都已经涨了一倍上来 一堆股票涨了四五成的幅度 所以现阶段你说要赚三成 要找到可以涨三成的强势股 那真的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至少我认为以我的巡逢功力并不难 所以大家要跟上讲度 那毛利率 刚华新客就贴到心脏店 毛利率就从28跳到43跳到48 盈利率从20跳到35跳到40 EPS从0.87跳到2.66跳到3.04 营收只下滑了16% 比华新客跟国具的营收下滑幅度 要小得相当多 所以这波为什么股价可以这么的强势 就是因为反映财报 跟股价真的是太过离谱的错杀 从146块跌到44块 真的也是跌到 剩下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跟华新客一样 所以环球晶圆都可以 反攻一倍 当然我认为 这些财报非常突出的这种错杀股 当然这个也是有相当的机会 所以贴文件股 上半年 代会有人赚太多了 大益也超过一倍 光潔也超过一倍 齐立新也是大赚 国具也是大赚 华新客也是大赚 一堆 那9月出新之后 已经睽違那么久 那我认为机会又来了 要操作贝文件股 你一定要跟什么来 比如说齐立新 今天盘中最高102 要开始落后不少 几乎现行做了突破 毛利率从25到34到42 盈利率从11.9到22.2到29.6 EPS从1.1到3.12到5.54 这个跳升幅度更夸张 一路成长5倍 所以这种股票股价都太过挫杀了 从208砂到70.9也是一样跌到剩下三分之一 现在反弹上来股价都还在一个历史的低档 过去这半年的一个低档区 所以这空间都还很大 所以这空间都还很大 再来 大益 找完最高66.4 也是大概涨了八九八 毛利率从19.8到31.2到47.5 盈利率从7.4到20到35 EPS从0.14没有什么赚钱 到1.9到3.71 所有的数字都足迹成长 但是 上半年我们是赚了超过一倍 这一波从155一路杀到41块 也是跌到剩下快要接近四分之一 反弹上来的过程还在抵挡 还在抵挡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细心源 短线 涨很多 让它整理一下 目光 转回来被动人见骨 这一边 应该是有大一点可以赚 那如果说你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做 当然欢迎跟着正老师做操作 因为年底这段时间 是这种 有题材的 有数字的 有梦的 跌生的 它最容易大涨的时间 只要你可以 一次赚三成 两次六成 三次就是一倍 不要以为说 到过年前赚一倍也不可能 这种不可能的任务 我完成过非常多次 所以我才会说 我们不要去寄望说 老板景气这么差 可以帮我加点薪水 帮我加点年终奖金 那个都不切实际 要赚年终奖金 我们靠自己 我们自己赚 自己的年终奖金 那你 不晓得怎么赚 我来帮你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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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自己的年终 自己赚 所以正老师 这几天推出 今年只有唯一这么一次的 一个月最低负担的 最大的优惠 就是希望 就这个方式 可以回馈给 长期 看着正老师的节目 可能看了两年 三年 五年 八年 十年的观众朋友都有 那很认同 正老师的专业 正老师的操作 那有时候是碍于行情 可能不是很有信心 所以想跟着正老师操作 始终 缺乏那个领门一脚 那我要告诉你是 现在这个机会 就是最好的机会 因为这段时间 赚起来可能会比你 操作一整年 要赚的还多 所以你要把它把握起来 来赚自己的年终奖金 那你不会赚 我帮你赚 所以呢 在这个时间点 给大家 唯一只有这么一次的 一个月的最低负担的 最大优惠 就是希望 让你 用最少最少的负担 可以轻轻松松成为 正老师的会员 来跟着我操作 我在带你操作 一档又一档的强势股 我们三层三层的赚下去 强势股赚完一档再一档 赚完三层再三层 到年底之前 我们好好来赚自己的年终奖金 今年只有这么一次的 最低一个月的最低负担 只要今天打电话来的 通通都有 通通都有 保护机会等会儿我们再聊 其他股票 大家好 我是郑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食衣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好 欢迎回到现场 我想现在进入12月份到1月份 过农历年前这两个多月一点点的时间 它就是中小型股最会标的黄金时间点 你只要抓到个三档四档五档 可以赚个两三成三四成以上的标的的话 你银行户头里面假设有100万 它是有可能变成200万 你有300万有可能变600万 你有500万有可能变成1000万 你有1000万有可能变成2000万 但重点是你要把货 你看它溜过去了 那这就跟你完全无相关了 所以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那最好方式就是你要操作最强势的股票 强势股是一档赚完再一档 一档赚完再一档 那个累加起来的速度才会快 比你就是说想要去赚一档股票赚一倍 那个要快的相当多 所以比如说前阵子我们可能赚了很多档 比如说美食 加金到今天还在创高 或者是这几天大涨的金链等等 很多了 那都已经获利出现了 赚完之后再转新的强势股 比如说今天涨停板的4953的微软 软体股 强势股一档接一档 涨停板创76.4元的新高 你看它过去三个月的营收 维持高档历史高档 根本不受任何贸易战的影响 软体股不在贸易制裁的行列 第三季EPS1.7亿元 也是新高附近 一到三季赚了4块一 投信加外资强力买超 这是最标准的中小型股的 法人的作创股 它有可能一路的拉到季底 年底12月底 所以这股票涨起来也非常的凶猛 今天也是一样 就强势股一档接一档 前面赚的再买新的股票 亮灯涨停创新高 这样速度才会快 速度才会快 再来 投影做账双红 首显涨5.2% 强势股一档接一档 今年再收最高82.5元 同时也是波段的最高点 82块半 三星华为 在年底推新机 你要知道全球最大手机厂 不是Apple Apple是赚最多 但量最大的第一名是占星 第二名是华为 第三名才是A 所以前两大的都是它的客户 纷纷在第四季推新机 所以10月份营收已经创新高了 推股11 12月份 一路旺 有机会一路创高 所以当你看到一堆公司 因为贸易战的问题 原本第四季是旺季 反而营收都掉下来 瓶盖股大概都是这个状况 赚也没有赚得想象中的多 但是第四季反而进入旺季 而且有机会出类拔萃表现的那种资金 一旦集中的话 那股价非常强势 所以今天的股价 尾盘收82块半的最高点 连续两天都在创新高 而且股价正在价位 所以这种就是 所有的强势股就是要一档 接着一档 强势股一档接一档 再来 前两天非常强势的大宗 礼拜五涨5.3%创高 礼拜一涨9.5% 收在最高点差一点涨明白 其实稍微拉回一点点 卖压不大 结利也卖压比较大 为什么 因为结利这一波涨比较多 股价比较高 但是呢 大宗的部分 毛利率从18到20到26 盈利率从10到12到17.9 EPS从1.63到2.21到3.55元 第三季赚的比结利多 前三季赚7.39 也比结利多出了超过两块钱 但结利到今天的股价 127块 还比大宗的股价123块来高 所以逻辑上合理上来说 如果合理上20倍的本应比 差两块钱 EPS应该差40块钱 所以未来它的股价 追过结利 我认为这都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所以我想强势股就是一档接着一档做 我们最近有太多的强势股 陆陆续续要带着会员做操作 就比如说 今天涨停板的这一档 4.953的微软 涨停板创新高 强势股一档接一档 到过年前就是要利用这样的方式 一档一档的三层股价去累积所谓的倍数的活力 所以不要期待老板帮你加薪给你年终奖金 年终奖金我们靠自己赚 自己的年终自己赚 你不晓得怎么赚 你来找郑老师 我帮助你赚今年的倍数翻的年终奖金 所以我在这边推出 今年只有唯一这么一次的一个月最低负担的最大的优惠 一年之中真的就只有这么一次 希望长期收看郑老师节目的所有好朋友 只要你想赚年终奖金 想要真的实现是倍数获利的 赶快跟着我来 把握这一次 今年只有这么唯一一次的一个月的最低负担专案 只要今天打电话来通通都有 祝大家超顺利 今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